昨天去公园,看到很多人因为没有戴口罩,公交车不让上车,在那里大骂,其实政府是为了大家好,的确口罩现在比较难买,出了门以后没有口罩是很麻烦,怎么办呢?其实做口罩非常容易,看,一条毛巾,小毛巾,可以按照自己的大小把它剪下来,橡皮筋。 把它穿过来,对折上,把这边也从这里边,橡皮筋中间穿过来,这样就成了一个三层,口罩完成,很简单啊,而且是全棉的,回到家以后,把这个手帕,这个毛巾拿下来,拿去洗,晒, 另外换一条干净的,如果没有,没有松紧带,还有更简单的办法,拿一个平时买东西的那个袋子,上面那个套绳,套上来,也不用毛巾,有一块手帕,有一块白布,干净的布就行了。 然后也是把它这样子穿过来,套上来,拿起来,看,完成了,你看,这很简单吗?大家不要生气,其实很多困难是可以自己克服的。 不要以为没有东西卖了,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,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,完全可以自己解决,你看,这是两个东西了,还有一个,有间家里是有松紧带的,这个最方便了,你看,这个松紧带,连缝都不用缝,打个嘎的。 我拍摄一下,你看,这个是过去小孙女,小孙女长大了,这个汉金没有什么用了,这都是当年买的都是最好的全棉的东西,现在可就用上了,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来讲, 用这种棉布做手套,它是可以防止别人过敏的,完成,你看,这样就行了,有了这些小技巧,比去买还方便,你会觉得没有东西卖,其实困难都可以自己动手克服,这些东西家里都会有的。 所有这些用过一次,从外面回来以后,就拿去洗烫晒,每次回来以后,换上一条干净的,这样子比你戴一次性的口罩,反反复复的用,还要好。 这些东西记住了吗?松紧带,这个橡皮圈怎么圈呢?大家应该也会了,双层双层的圈,长短,按多少条,按照自己的每个人的体型不同来弄。 这个绳子就可能不太好条,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嘎的,可以调长短,调好以后就可以经常用了,最好做两条,这个回来也得洗。 所有这些东西,用完一次回来以后,都把它洗了它,这样子比任何街上卖的口罩,反反复复的用,都要干净,都要卫生,而且还很环保。 天下是难不倒中国大妈,大家只要去努力,去自己动手风衣足食。